真卖命 61岁陈美凤为节目鹿屁股担热五彩十厘米细根 没想到很摔一跤 全场吓坏惨叫 61岁陈美凤相当会保养 日前为了节目穿着这裤露出一双美腿 甚至屁股蛋也大方见观众 大跳性感的椅子舞 敬业的他穿上将近十公分高的细跟高跟鞋 没想到他一个重心不稳 怪了一下整个人消失在男舞者当中 不过他立刻站起身继续跳 61岁陈美凤保养相当好 赖露眉腿和屁股蛋 图民事 陈美凤日前为了春节特别节目 练了性感的椅子舞 前面两分钟都相当稳 没想到他才刚抬上一字 一个重心不稳 整个人往左边关一下 消失在男舞者后面 马上听到现场工作人员大声惨叫 不过他没有喊卡 小失五秒后马上站起身 继续未完成的舞蹈 好险当时有一位男舞者牵住陈美凤 他时候看自己摔跤的影片笑主说 我摔 我摔 我摔摔摔 主要就是那里跌倒就要从那里站起来 整个人充满正能量 甚至将影片分享出来给大家 陈美凤 陈美凤灯10厘米细根 重心不闻惨衰 人直接消失在男舞者身后 图翻设字陈美凤脸书 陈美凤 台湾女演员 女歌手 主持人 作家 出生于台湾吉隆 泰北高中毕业 出身秀场 曾演出多出台湾本土剧 媒体常移称为台湾最美丽欧巴桑 陈美凤的演艺生涯是在参与毛衣皇后选美赛中脱颖而出 被当时中市总经理王世刚看中而进入演艺圈 陈美凤出于戏剧界走来并不顺遂 乃转战秀场活动 电影演出 综艺节目主持 后被制作人徐静良慧严引戒至连续剧演出 激出以母亲为角色的剧集受到大量观众喜爱 现阶段以主持和剧集演出为主 陈美凤 女艺人 英文名 Midfum沈逆称 毛衣皇后秀场女王美凤姐本土剧 一届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 国籍 中华民国 籍贯 基隆 出生 台湾基隆 职业 歌手 演员 主持人 作家 语言 国语 台语 教育程度 台北高中毕业 音乐类型 台语流行音乐 演奏乐器 歌唱 出道地点 台湾 出道日期 1977年 41年前 出道作品 南万凤凰桥 代表作品 时间录 不乐情 八两斤 再生源 风水世家 活跃年代 1977年 至今 经纪公司 凤凰逆能 网站 凤凰逆能 61岁 陈美凤 相当会保养 日前为了节目 穿着这裤露出一双美腿 甚至屁股 但也大方见观众 大跳性感的椅子舞 敬业的他穿上将近十公分高的细跟高跟鞋 没想到他一个重心不稳 乖了一下 整个人 消失在男舞者当中 不过他立刻站起身继续跳 61岁 陈美凤 保养相当好 赖露 美腿和屁股蛋 图民事 陈美凤 日前为了春节特别节目 练了性感的椅子舞 前面两分钟都相当稳 没想到他才刚拍上一字 一个重心不稳 整个人往左边观一下 消失在男舞者后面 马上听到现场工作人员大声惨叫 不过他没有喊卡 小时五秒后马上站起身 继续未完成的舞蹈 好险当时有一位男舞者 牵住陈美凤 他事后看自己摔跤的影片笑着说 我摔 我摔 我摔摔摔 主要就是那里跌倒就要从那里站起来 整个人充满正能量 甚至将影片分享出来给大家 陈美凤 灯十厘米细根 重心不闻惨衰 人直接消失在男舞者身后 图翻设字陈美凤脸书 陈美凤 台湾女演员 女歌手 主持人 作家 出生于台湾吉隆 太北高中毕业 出身秀场 曾演出多出台湾本土剧 媒体常议称为台湾最美丽 欧巴桑 一 陈美凤的演艺生涯是在参与毛衣皇后选美赛中脱颖而出 被当时中市总经理王世刚看中而进入演艺圈 二 陈美凤出于戏剧界走来并不顺岁 乃转战秀场活动 电影演出 综艺节目主持 后被制作人徐静良慧言引戒之连续剧演出 基出以母亲为角色的剧集受到大量观众喜爱 现阶段以主持和剧集演出为主 陈美凤 女艺人 英文名 尼芬 沈逆称 毛衣皇后秀场女王美凤姐本土剧一届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 国籍 中华民国 籍冠 基隆 出生 台湾基隆 职业 歌手 演员 主持人 作家 语言 国语 台语 教育程度 太北高中毕业 音乐类型 台语流行音乐 演奏乐器 歌唱 出道地点 台湾 出道日期 1977年 41年前 出道作品 南望凤凰桥 代表作品 时间录 不乐情 八两金 再生源 风水世家 活跃年代 1977年 至今 经纪公司 凤凰逆能 网站 凤凰逆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